钢铁侠托尼史塔克作为复联重要的元老级成员之一 他平时基本上都是在研究各种战甲或者拯救世界 但是当托尼脱下战甲之后 他就是一个天才 花花公子 一万富豪和慈善家 除了这些人物标签之外 托尼还有两个特别的小怪癖 分别是从来不接别人递过来的东西 比如在复联液里 科尔森特工递过来的资料 在钢铁侠二里 一个量力的法院执行官递给他的传票 以及他用手表换来的一盒草莓 这些人递过来的物品 托尼都是要么让小袜交接 要么让哈皮接或者放在一边 然而从来不接别人东西的托尼 却在复联寺里 穿越回到过去遇到了自己的父亲时 非常圣其自然地接过了他父亲递过来的鲜花 或许托尼并不是不接别人递过来的东西 他是直接信任的人递过来的东西 除了不喜欢接别人递过来的东西之外 托尼还有一个给别人起外号的怪癖 比如在复联液里这么称呼美队 以及称雷神为劲爆点 称东兵为洗脑战士 称小蜘蛛为睡衣宝宝 以及陈寅也为莱格拉斯 甚至陈寅也为拇指姑娘 除了给超级英雄取外号之外 托尼还给反派们取了外号 比如给洛基奇的外号是 而乌木猴的则是 但是给这么多人起过外号的托尼 却被在每对三颗串的斯坦里制裁了 是你 Tony Stank? 是,这就是 Tony Stank 你正在正处的地方 谢谢你为了那 好